印度的历史从未统一过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秦始皇 也不是没有进行疏通文 更不是宗教因素 归根结底还是地理因素所致 看印度的地理位置还是非常好的 相比欧洲四面漏风来说 印度大陆和中国大陆一样 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封闭性非常好 那么大家看印度这个地形 它是一个半岛 东西南三面环海 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 西北部是兴都库尔山脉和帕米尔高原 按理说印度也是一个半封闭的大陆 应该很容易统一 但历史上为何就做不到呢 有人说印度历史上没有秦始皇这种帝王 那么这个理由都是基于民族自豪感的一厢情愿 其实哪个民族都有它闪光的时刻 都有优秀人物 印度历史上也有过阿异王这种英雄帝王 但是英雄创作伪业 它离不开客观环境 秦始皇统一六国确实伟大 之后书同文车同鬼统一度两行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淀 已经建立的文明体系还是会被摧垮甚至消灭 纵观世界史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秦始皇之所以伟大 汉朝也功不可没 两汉四百年很好地融合了儒家文化 让汉民族有了归属感 纵然就算这么久的沉淀 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 五代十国加上两宋 460年被不断活化的北方 都差点改变汉文化属性 元朝又把人分为四等 类似于印度的种族制度 如果元末不是朱元璋迅速统一中国 强力恢复汉文化 南北汉人有可能就此分离了 所以说某个英雄人物的出现 可以统一地理 但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沉淀文化 然后文化再反作用于统一的需要 中国就算是没有秦始皇 也会出现起始皇 初始皇等强势人物出来统一天下 就像后世喝酒必分之后 出现的杨坚李世民赵宽颖 周元璋一样统一天下 统一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融合沉淀 让民族产生认同感 而印度恰恰缺乏这样的机会 立场印度是被侵略次数最多的国家 从公元前2000年亚利安人入侵开始 波斯人 马其顿人 希腊人 安息人 大约之人 匈奴人 突厥人 阿拉伯人 蒙古人 英国人等 先后进入印度大陆统治 还没有来得及沉淀文化 一波又一波的人就进来了 重点问题来了 难道被侵略就是不能统一的理由吗 中国立场 北方首数民族也数次难下 为何中国数次出现大统一王朝呢 我们还是看地理 印度的母亲河 印度河和恒河 都只是在边角地带 在这个大陆的边角地带 这是印度河 这是恒河 印度河贯穿的是西部狭小地区的 南北方向 那么就是沿着这个边 入海了 而恒河的东西走向呢 就是汇集了北部的 这一部分精华地区 所以印度的北方地区 就是他们的核心 经济政治地区 南部的德岸高原 面积达到了150万平方公里 占到了印度快一半的面积 古代这个地方人口少 粮食产量少 从来都不是印度的核心地区 因为中部和南部 被德岸高原和高指山 阻挡了南北的交通 所以说古代印度呢 基本上也没有把印度 完全纳入统治 那么只要敌人突破了开巴尔山口 那么恒河平原和印度河平原 又直接在马蹄之下了 就可以直达印度的核心地区 最后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亡国了 他们没有战略后方 中国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 我们有两条大河 黄河 长江 都是东西走向 有武民族 就算是从北方突破了长城 等待他的还有黄河 突破了黄河 等待他的还有长江 因此造就了历史上多次南北朝 北方被异族统治 南朝却继续延续和发展汉文化 机会来临的时候就可以再次统一华像 那你说满清不是占领了全中国吗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 封建王朝社会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了 中国在清朝之前融合了几千年 文化沉淀丰厚 满清虽然占领了全中国 他倒是想奉而置之 但是没有机会 最后干脆把自己融入汉文化算了 而印度呢 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他的核心区进行沉淀 一直都是各种小邦国林立 每一个外来的势力呢 为了更好的统治印度 都和英国的做法一样 对印度土邦进行分而置之 而不是统一文化 印度就这样 在外力的不断入侵 拉扯 干涉 分化之下 统一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还有个原因呢 说是热带无枪谷 我还是再次提一下的 生活的热带这个地区 实物容易获取 相对于人的进取心就差 小腹急安 因此导致没有强势英雄 带领血性人民 进行血与火的改革 就像二战之后 印度对抗英国居然是靠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独立的 这种独立本身就带着不稳定的基因 而这种结局的出现呢 其实在上古时代 因为地理的原因就铸就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中国地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位置 天有华下 关注我带你领略 不一样的历史格局